好,我们来看 今天就是突然四区 台北市的三区四个学校停课 原来是有一个国中生确诊的 这是在松山的国中生 身体不舒服就就诊之后 发现自己确诊 全班29个人停课14天 其他班级624个人 先预防性的停课一天 这个确诊者的家人 这个国中生的家人 中山去的一间国小 全班27个人也预防性的停课一天 今天本土案例有两例 另外一个是在新北 那比较麻烦的是 就是他们都不是在匡列内的 他们都是就诊不舒服 发现是确诊的 对,他们这两例其实都是 不是居隔阳性的 而且现在源头都还在查的当中 那松山区的这个国中 其实今天后来还有影响到旁边 大约两公里的一个国小 他也有一个孩子 跟这个确诊的小朋友学生 因为有密切接触 所以这个班也被停课 今天也被停课 他们现在就已经知道是Delta了吗 不知道,不知道是Delta 以Delta的方式来处理 但是还没有验出DNA 可是我觉得他也没有用Delta的方式处理 因为如果是Delta的方式的话 那就是要一圈 两圈的去做狂列 但他们现在都只有做 自己那一班 那个同学当这个确诊孩子的那一班 居隔14天 全校停课一天 预防性停课 可是预防性停课 你到底能够做什么 造成恐慌之外 其实你没有做什么 那台北市还说 这个松山区的这个国中 全校的学生 去做PCR分流检查 所以停课那一天 所有600多个孩子 还要继续到学校去做PCR检查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那到底是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 我搞不清楚为什么 那这个文山区的国中 也是有两个这个教职员 因为都有跟确诊者 有过足迹的接触 就是装潢工夫妇 所以这个老师有到三个班去上课 所以三个班全部都停课居隔 对 然后另外幼儿园也是同样的状况 可是我觉得这个 这整个事情 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包含这个新北市 其实我发现就是说 刚刚这个预议员也有讲 屏东之前在面对Delta病毒的时候 其实是封村 然后做连续好几天的大普塞 让所有的人 可能感染的人 全部都去做这个检查 那桃园也是 桃园的机师确诊之后 你看他那个 那个机师的小孩 的那个学校 总共做了2845个PCR 而且他是隔一天 马上就做完 可是相对于新北市 新北市现在这个Delta的病毒 已经进到社区里面去 我们刚刚讲的 你要让他这个居家 你要让他送去检疫 400个人 你就送的乱七八糟 送到晚上有11个人 跑遍台北的林口 这个万里 找不到地方 后来还送到这个宜兰去 然后搞了乱七八糟 那新北的这个案子 第一天侯友宜匡列几例 52例 他是9月5号 9月6号变成109例 9月7号变成4111 9月8号匡列1062名 9月9号变成971名 今天又变成2245名 所以你看那整个匡列 就是乱七八糟啊 毫无章法 如果你一刚开始 你就先确定了我要匡列谁 你要一圈一圈的匡列 你把该做PCR的人 全部匡列起来做PCR 就不会做成乱七八糟嘛 那相对于台北市 台北市的这个 中皇宫的这个 这个夫妻 他其实是跟这个 板朝的这个社区有接触 所以有确诊 可是你知道他是谁通知他的 他不是新北市政府 卫生局通知他说 你跟我们的确诊者可能有接触 所以你必须要去做PCR 他是他的业者跟他讲说 我们整栋社区所有人都去做PCR 因为你这几天有来我们这 所以你去做PCR 他才到我闻山区的医院 去做PCR才发现他确诊 所以你就看 这几个县市政府在面对病毒 在面对匡列隔离 筛检的时候的态度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也会让人家觉得说 为什么你看桃园 那时候大家也是礼拜 上个礼拜六上个礼拜天的时候 大家人心惶惶 但现在目前好像慢慢的控制下来了 但新北市的这个 为什么他的 他的整个确诊的状况会越演越烈 然后让大家一直 人心惶惶的一个原因 就是在这边 那台北市我认为 他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现在因为台北的确诊 不一定是Delta病毒 所以他全部用预防性停课 但你知道预防性停课毫无帮助 你停课一天 你对于预防病毒有什么作用 没有 你除了清销之外 你没有什么作用 可是你会让所有的人都非常担心 今天早上才有一个 这个家长会到我办公室来拜会 他说到底是我先什么事 我现在是不是小孩 我要先自己停课 停二十天在家里 我是不是要先自己请这个防疫假 对 有些家长是真的不让孩子上课了 是 因为他会非常担心 因为你看昨天晚上 先松山区的国中 再来文山区的国中跟幼儿园 早上又突然发现 中山区的国小又有了 然后松山区的这个国小又在 国中又再多一名了 又再多一个学校 所以你一直停课的状况底下 真的会让人家很担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